就有錯,為什麼? 因為我是用這個當名稱 你如果跟我名稱不一樣 你就會最後跑出來會有BUG 所以這邊的話怎麼做 那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怎麼樣去設計那個表單 我先把這個Visual Basic點出來 OK,第一步 第二個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邊怎麼樣去做設計 那如果說今天各位開啟 你們的範例的話 應該是上面這一個 我們把這個Visual物件裡面點開來 基本上我有講過 你如果說是一個完全沒有設計過的 一個Visual檔案 它實際上是一個專案 按右鍵先插入個什麼 特別說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加入的是一個 我們的一個畫面的話 請你從制定表單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的話 請各位怎麼樣 把它稍微拉大一點 大小我想制定 因為這地方大概就參考一下 那再來的話 我們如何把這個地方 設計出像這樣的畫面 那我們來看 基本上 上面的部分 我先稍微說明一下 這個 這個上面就叫做Label 這個是Label 這個是一個Text Box 這個也是一個Label Label是標籤 Text Box就是可以輸入的 所以這個地方 各位看到那個黑色的這個部分 都是Label Label因為它只是標籤 所以名稱不用制定 因為將來我們程式 不用不會用到它 那只是說讓它顯示這些上面的標籤而已 OK 那這個地方呢 因為會顯示 但是不能填入 因為這個是程式 自己把資料放上去 不能讓使用者填 所以這個地方 這兩個也是Label 其他這三個是Text Box 就是文字方塊 那底下的話呢 加入兩個Button 那怎麼加 我示範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你們可以善用這個工具 首先的話呢 我們一樣進到Visual Basic裡面 然後呢 在上方右鍵 插入一個表單 那我剛剛已經插入一個表單在這裡 User Phone 1 點兩下 就出來了 如果你已經插入過 你就不要再做 不然就會很多個表單 再來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旁邊一定會有工具箱 如果你工具箱 不小心關掉 沒關係 上方這邊有個工具箱 按下去又出來了 或者是說你從什麼呢 檢視裡面的那個工具箱 也會出現 那我剛剛講過 有五個Label 所以你這邊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呢 拖拉五個Label 就是從這個畫面看到有沒有 1 2 3 4 5 五個Label 分別是借款金額 貸款年利率等等的 那我先示範一個給各位看 其他都一樣 這個地方的話拖拉出來 然後大小的話 你稍微調一下 接下來的話呢 這裡面的這個名稱叫借款金額 我要更改的話 要特別注意喔 有名字 就對了 感谢观看